哈喽大家好 我是Andrew Tan 我是一名风头企业家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什么是资本运作 到底在资本运作的思维里面 我们采取了什么不一样的思维的模式 如果今天身为一个企业家 你要跟你的供应商买货 我们平时是怎么去买货 今天我想给大家一个案例 如果今天有四个同样的供应商 在供应住你的原材料给你 在这四个供应商里面 他们的品质都一样 他们你所购买的原材料也是一样 但是在这四个供应商里面 有一个区分就是 他们在卖的是不同的价钱 我们就当他们的质量是一样 他们的服务态度也是一样 这样身为一个企业家 你想跟谁购买 就是讲今天你有供应商A 供应商A就卖你一块钱成本的原材料 跟供应商B他卖你一块零二分 供应商C卖你一块零四分 还有一个供应商D他卖你一块零五分 这样身为一个企业家们 当我们了解了 资本运作的思维的模式里面 我想请问企业家们 你们会跟哪一个供应商 去购买你的原材料呢 我相信很多企业家们 永远都是想 这样反正品质都一样 服务态度也一样 还款账期也 我们讲是一样 他会跟谁买呢 很多时候很多人会讲 不如我就跟供应商A买 因为供应商给到我最好的 最便宜的价钱 对吗 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主要观点是 如果你了解了资本运作这个思维 我会怎么去买货 很多人会把他100%的原材料的 供应商的货 跟供应商A买 对吗 但是在资本运作里面 我会怎么买 可能我会跟供应商A买90%我的货 供应商B买5% 供应商C买3% 供应商D买一个2% 在这个的区分是什么 如果今天你把你100%的货 都跟供应商买A买 好 如果今天突然间你的供应商A 不能供应这个原材料给你 突然间他自己的logistic有问题 他自己的供应商又给不到他这个原材料 今时今日你只是支持供应商A 你觉得当你没有原材料的时候 你去跟供应商B 供应商D 供应商C的时候 买你的货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会卖你吗 有很大的可能他们是会卖你 但是他们会落地起价 就是反正你也不跟我买货 从来都不支持我的 为什么今天你有个困难的时候 你没有这个原材料 我要支持你 这个是第一个最大的观点 第二个最大的观点就是 很明显的 当你不支持 你没有在支持供应商BCD的时候 今天有一个顾客群 跑去问供应商B 你们知道Android的产品吗 Android的产品品质好不好 BCD可能就会有这个心态 反正他又不是我的顾客 他们第一个心态的思维就跟人家讲 Android的产品一般般 为什么呢 可能就是他会找几个理由 几个借口说你的产品不好 因为最关键的是 大家没有把利益共和在一起嘛 今天反正你都不是我顾客 我从来都没从你身上赚过一分钱 为什么我要讲你产品好 但是今天我们把这个局面倒转回来 先想 我们把我们180元原材料的 去跟四个供应商买 我们会得到什么好的效果 第一个好的效果是 当你供应商A有问题的时候 供应不到你的原材料给你 今天你去找供应商B 供应商C 供应商D 因为一开始你已经是他的顾客 可能你在购买的数量不够大 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支持你的 所以你进行解决第一个的困境 就是讲如果你供应商的原材料出事 你最少还有BCD提供你原材料 第二个关键就是 如果顾客前去问BCD Android的产品好不好 你看他是你的供应商 他是供应原材料 他敢说你的产品不好吗 不敢吗 因为他是讲 Android的产品不错啊 因为我有供应原材料给他的 这个就是一个第二个模式 第三个最关键的模式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如果今天你看 BCD整合起来了 他们变成伙伴的时候 他们为了要打倒供应商A 他第一个想打倒谁 如果他在市场知道 供应商A最大的顾客群就是Android 他第一个是先打倒我 很多时候这个供应商 他为了打倒他的最强的对手 市场的龙头老大 他不会打败他先 因为他知道在品质 在成本 在技术上 可能他不够供应商A 但是他知道 如果我把供应商A 最大的顾客群打倒 我是不是能打倒供应商A 因为供应商A 就会拾起了一个很大的订单 所以这个就是会 产生另外一个反效果 当你四个供应商都有买的时候 大家都是互相的共存的时候 大家也不想随于没有生意做 这样今时今日 突然间B就会来跟你讲 Android 为什么你只是支持供应商A 为什么你不能支持我多一点 这样是不是他给到我一个选择 我会跟供应商B 跟供应商C讲 其实不是只是价钱的差异 为什么今天我会把我最大的订单的原材料 跟供应商A拿 关键的就在 因为供应商A 每一年介绍我500万的生意 如果你们供应商BCD 希望想要做我更多的生意 我可以把我更大的订单给你 但是你能不能一年介绍200万的生意给我 你是不是把大家的利益共和体在一起 你是不是把大家的职业整合 供应商BCD 是不是会再介绍更多顾客群给你 因为他知道 当我在介绍更多顾客群给你 我就能供应更多的原材料给你 所以我的营业也能提升 所以当大家了解什么是资本营作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强强联手 什么叫做资源整合 什么叫做跟每一个供应商搞好强关系 所以当你的企业面对困难的时候 这些供应商你的顾客群也能帮助你 不会在你最惨的时候落井下石 这个就是今天我想传达的信息给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在关注我下一个视频 谢谢大家